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去起诉 这是个疑问 其实现在看起来是个巨大疑问 如果他完全腰折了 就是有关对川普的起诉腰折的话呢 可以把它看成就是整个左派的完全的衰败 因为他没有 就是他嚷嚷出来了 声势浩大 一下给烧鸡大沃博 德国爬鸡 卡一撅脖子 往屁股里一插 就这么个插 整个德国爬鸡 所以但是他如果起诉的话呢 他将会造成美国历史上很少有这种大冲撞 这种冲撞在 他希望的是一种暴力上的冲撞 但现在这种冲撞会把今天绝大多数 包括众多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就是基层选民 同样给挤爆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 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就是民主党普通党员将看到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批顶层的贵族 民主党贵族 极端的独裁者 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摧毁一切 我相信这种定论 我不用讲什么太高 就是我们只要看他的这种操事的做法 就像我上期节目中讲 完全是共产党 一点都不折扣 那一点不折扣的原因就是说 你不可能这么去阻止他 而他这么去阻止川普的一切呢 同样表明想在选举上偷窃 几乎不可能了 他在民主党概念当中 想在选举上效仿2020年的手段 几乎是失败 所以才采取这个方法 那基本上他就全完了 既承认了选举的 就是明年选举的故事过程中 不可能是2020年的重复 那同时呢 也知道民主党境内 民主党的内部没有任何人是川普的对手 这些都是潜台词了 而他拿出的不可能的做法 就是拿出这个做法 又重创摧毁了民主党顶层 那这些极左的势力的本身 对他普通选民的欺掌 独立选民就更不用讲了 这是我个人的 我们跟大家总结了 川普刚才就是转推 就这个上午了 大家就转推推的 麦凯西预测布拉格将很难断定川普是犯有重罪 这个人叫安德鲁麦凯西 我就就是这么个人了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身份了 所以我们就讲 我不去讲具体那个人是谁 我们讲川普在如何 在如何在表示度过了今天的上午 布雷巴特的 另外一篇文章来自于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对选举法专家的审查采访强烈的表明 纽约州检察官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 涉及到联邦选举的选举法的诉讼问题 对任何人提起的未经测试的案件 更不用说美国前总统 所以这可能使得法院把它扔掉 就是说他这个做法 就是纽约检察官 马哈顿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 在他所有的case当中没有遇到过选举法的问题 但是呢 他今天却对一个已经注册了的联邦 已经注册了过的明年的美国总统的竞选者 以这样的方式去想去提告他 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罪翁之意不在酒 是在阻止他竞选 所以纽约时报自己都承认 你们没有有关选举法相关规定的 相关内容的基本的经验跟常识 你的做法就会促成你违反了选举法 其实川普的意思是这个 我看起来是这个意思了 华盛顿观察者报 川普在04年取得迄今为止最大的优势 领先了德桑迪斯两倍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 那德桑迪斯呢 应该就是 德桑迪斯缺失的就是这一份悲情 就是英雄主义式的悲情 在川普身上呢 走到了最极致 而德桑迪斯身上一点都没有 可是在美国的梦想当中 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当中呢 恰恰这种悲剧式的英雄 你看电影就知道 悲剧式的英雄 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代代相传 所以这就是德桑迪斯 无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有这么一份东西 而德桑迪斯无论怎么讲话 都会触及到这一份东西 因为川普很明确不接受他 川普开始拒绝他 在川普拒绝他背景之下 更多的人就是 就是川普的追随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会打击德桑迪斯 你除非投降 那那那德桑迪斯又不投降 德桑迪斯昨天晚上说话了 我有跟大家讲 他在在这个 呃 呃 皮尔斯摩根的节目上说话 这皮尔斯摩根挺厉害 皮尔斯摩根挑了一个 首先挑的川普 呃 后来他挑了一个罗纳尔多 踢球的 罗纳尔多踢球的 他那个采访之后呢 就给挑崩了 所以罗纳尔多就从曼联出来了 现在到沙特去踢球去了 人挣钱几个亿 那然后反过来 现在就挑这个德桑迪斯 所以呃 皮尔斯摩根是有他 有他很很很厉害的一面 就是起码他能接触到这些人 作为一个记者 呃 川普在广泛调查中 呃 特别面临所谓的封口令的问题 却得到了这个最大的领先指数 呃 细节就不用讲了 呃 这次的news 专家表示曼哈顿检察官在川普的案子 立案的实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法律 跟道德基础 这个不 这个 这个是这么回事 这个是 这些都是川普转的哈 呃 达雷梅尔 达雷梅尔用的 这是英国的梅日电讯 呃 班农称德桑迪斯为黄鼠狼 因为他用色情明星的地方去挖恐了川普 这段视频我们今天才放出来 youtube才给放 他一开始不给放 呃 我们又埋了两天 所以大家在频道上看到 那 班农是针对德桑迪斯的那番讲话 因为德桑迪斯说了一句说 什么呃 妓女的封口费 都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他就会被支持川普的人完全解释成 德桑迪斯在嘲讽川普 嘲讽川普 呃 因为那是个妓女 因为有封口费 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 那班农就直接 班农是是铁了心的跟川普在一起 所以班农就直接攻击了德桑迪斯说 你是个黄鼠狼 你下来 你在话里有话 你在嘲讽川普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说 德桑迪斯在那天的讲话里 他上来就说 检察官是索罗斯的 花钱买的 攻击呢 这种审案子呢 是一种武器化 但是没有 没有川普的支持者去讲这个话 所以他基本上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势当中的德桑迪斯很难 基本很难 而其他的其他的人特别是国会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从共和党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他们全力支持川普 因为这是一个把司法武器化 所以这就是这个这是一种天意了 也就使得德桑迪斯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出头 很难的 这是一个民意调查 我们昨天做了看跟大家讲过类似的了 这个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 所以川普自己也转也转了这个 1月2号45% 川普 2月25号48% 3月14号52% 3月19号54% 所以我们昨天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这段 他的领先的程度 就是他的领先最厉害的地方 他是他是过半的 那很少说一旦过半之后 局势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当你过半之后呢 对手没有 没有 已经没有能力去跟你博弈了 差了分数 所以这也就是说 他已经超过德 川普已经超过德桑迪斯两倍了 三个小时之前 川普揭示了 现在为什么他还可以 这个平安无事的一个原因 流氓的检察官在大陪审团中遇到了麻烦 所以这是川普披露出来 为什么他今天依然 现在依然安然无恙 因为现在他去抓捕川普 下书起诉跟逮捕令 是川普要在纽约的大陪审团 就是联邦检察官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 这是他关键 他作证的一切 要成为了法庭的证词 然后才去出庭 那而这大陪审团的他大概十个人 这个大陪审团如果大家不干了 就说这事你这么胡来了 那你是你检察官有问题 那你检察官有问题 我大陪审团不接受你检察官了 那案子不就完了吗 并不是检察官去如何 而是大陪审团在接手这个case 特别是 特别是这个 叫Konger 就是科恩的律师 科恩的那个律师 前天昨天出面 到了大陪审团 直接抨击了 科恩 就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他的卑劣的行径 而你今天的检察官 却用这么一个道德禁师 欺诈欺诈无限的前律师的证词 和case 作为起诉 要去起诉今天的美国总统 所以说这就 我们就说了 正常人全都不能接受 就是你检察官是罪恶的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干 有了一证词之后 他正试图建立一个 前所未有提起过的案子 这里意思就是说 可能检察官的 检察官的克拉 叫什么克拉克 他在改变 因为他知道做不下去 他在改变 实际上他根本没法提起来 如果把时间精力金钱 花在打击正在摧毁纽约的 暴力犯罪上 那曼哈顿就曾经的 美丽的一切就回来了 但是现在他把曼哈顿给摧毁了 所以这是川普披露出 为什么他依然安然无恙的原因 我的每一篇文章节目 都甚至仇恨者都说 川普总统没有 没做错任何事情 这里没有任何犯罪 然后用了 他说我用拜登的话说 我很认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我被指控 如果我被指控的话 那指控者实际是罪犯 所以这是川普 这是这件事情 恰恰是这件事情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反映出美国社会的 今天的状况 但他的一个整体状况 但是左派的崩溃 我们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这么干的话 民主党最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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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不仅什么都没有 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 你看到的是川普的共和党 而不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应该看到的是川普的共和党 感谢朋友 事情 vacc意 藏 Europeans 并以 Motors 70 今天 稒 va